我們說這一波全球最弱的股市呢 在大陸股市 所以大陸股市一定要先直穩 不過呢大陸股市直穩啊 要先看什麼 反而要先看人民幣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呢 人民幣盤中啊 貶向了6.9641 不過呢 這個時候誰出來講話 人行的副行長潘公盛 他也是外匯局的局長 他說這個人民幣的空頭啊 你們不要太囂張 幾年前呢 我們曾經交手過 相信大家彼此記憶猶新 意思就是說空頭上次被他修理的很慘 所以他出來喊話之後呢 讓這個盤中人民幣呢 就是呈現一個極拉 大概拉了兩百二十二個基點 那人民幣的部分呢 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報紙其實有整理 把他跟上次二零一六年 那個時候呢 大陸官方如何宣戰空頭 這一次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時空背景 因為貿易戰開打 現在人民幣已經貶了十一趴 其實之前在股市的部分 不管是國務院或是一行兩會 都已經提到要股市要救 現在開始要救人民幣 等於是股跟匯呢 雙管齊下 這一次呢潘公盛特別提到 他說這一進的人民幣 這個貶值啊 其實是受到美國升級的影響 美元指數其實走強 才是人民幣走貶的原因 這部分呢 我們在下一個階段 有一個專題幫大家做做追蹤 另外他還提到 中國大陸不會採取競爭性的貶值 換句話說好像短線上的人民幣不會再貶喔 那另外呢 他對我們的報紙 對比了二零一六年那一次 那一次大家應該還記得 那時候的時空背景呢 是二零一六年的年初 索羅斯帶著一群人是暢空 看衰大陸股市 然後做空雅幣 那另外呢 一月二三號新華社就開始發文 他說你們這些索羅斯們 做空人民幣呢 他講很直接喔 死路一條 那個時候呢 位置在這邊 果然人民幣往上呢 就開始呈現快速的一個升值 大家知道 這一波人民幣 其實升值兩趴 結果最後股市呢 從二零一六年一路漲 漲到二零一八年 漲了兩年 大概漲了四趴 所以請教木華哥 陸股 這是全球股市現在的動盪的中心 可是呢 陸股呢 要止跌之前 可能要先看人民幣 你怎麼看 沒有錯 我記得曾經在大K節目多次提到 這個陸股要止穩 陸股要回升 人民幣一定要止扁回升 所以人民幣基本上是 陸股的前瞻指標 你想想看人民幣是不是全世界都在關注的貨幣 是一個非常重要 甚至是一個SDR的貨幣 如果他一直扁扁扁 扁不休的話 甚至扁破七 那你想想看全世界會怎麼看中國大陸 也就是說有穩定的會市才會有穩定的股市 他一定會認為說中國大陸你的經濟垮了 你的金融市場崩了 所以你才 控制不了人民幣扁破七 所以七這個數字是一定要守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可以來看到就在上個禮拜 就是週末的時候 人行出手 那去竹貶人民幣 而且講話非常的強硬 這個由外管局的局長 他同時也是央行的副行長 這個潘副行長 他就警告空頭了 就剛剛大K所講的 所以在這個當口上面非常關鍵 一定要出來喊話 如果你在這個當口上面 你不對人民幣做欣欣喊話 你不做任何動作的話 你想看那空頭是不是認為你就是腳軟 對 而且 馬上川普跟習近平要會談 大K你想看 假設你是川普還是習近平 我們倆要會談 然後呢 就人民幣先扁的話 不過其實我們兩個還談什麼 就不用談了 對啊 大家大概就臉臭臉對臭臉 可能連談都不用談了 所以說我覺得在這個上面 其實劉鶴也講了 就是說現在目前中美在接觸 所以在這個關鍵價位 我個人認為啦 我認為 大概率上面 大機率上面人民幣在G20 兩國元首會談之前是不會破期的 對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空頭在這邊 你不要在這邊有任何的動作 所以人民幣的短線底部 可能看到了對不對 對 這個短線底部看到的話 相對 入股今天的跌 我覺得跟人民幣會價 不見得有太直接的關係 而是跟這個茅台的業績太差 白酒股全部跌停板 白酒股是大陸重中之重 是指標股 外資買最多的白酒股 結果跌停了 那你說 入股今天怎麼會有好意思 這茅台跌停 就很像台灣股市 這個台積電跌停 這個味道是有點像 沒錯 對啊 因為你MACI外資要買台灣 買什麼 買台積電 MACI外資要買大陸 A股買什麼 買茅台 一樣的意思 好 那事實上 今年人行多次採取主貶行動 他不是這一次 由這個潘公勝出來喊話 然後呢 這個企圖打擊空頭 其實一系列都有動作 對 從8月開始 你看到大陸人行已經將 這個遠期受惠業務的 外匯風險準備金 那時候新聞也很大 對 是不是把它從0調到20% 是 加大做空成本 第二個呢 人行上海總部已經通知什麼 自貿區裡面 各銀行不得通過同業網來賬戶 向境外存放 拆放人民幣資金 讓你的流動性不好 這個境外 這個自貿區啊 向來是中國大陸最前端 最開放 最試點的地方 他在這個地方動作的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政策 已經非常明確了 那24號 還記得嗎 逆周期 逆周期 什麼叫逆周期 英子呢 人民幣的匯價怎麼計算 他是以 他的中間價 不是每天早上公佈嗎 對 他的中間價的調降調升 他是以啊 昨天的收盤價 再加上一攬子貨幣的波動 然後去訂出來 那但是呢 逆周期 英子就是說 我在這兩個因素之外 我再加一個逆周期 英子 那這個逆周期 英子到底怎麼計算 沒人知道 因為人行的這個公式裡面 其實沒有寫到逆周期 也就是說 他宣布逆周期 英子告訴你 我就是要干預就對了 你也不要管我怎麼計算 怎麼干預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 他一連串的做法 其實基本上就是要捍衛 人民幣匯價 你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說什麼 逆周期 英子那一周稍微止貶 但是後面又繼續貶 所以說呢 這個關鍵價位 絕對不能貶破 我們來看到 為什麼關鍵價位 你看到人民幣有兩個 這個很重要的匯價 一個是債案價 債案價呢 是四點半正式關鍵收盤 但他一直 下午盤還會再開 開到晚上 離岸價就是一直交易的 你可以看到 離岸跟債案之間的價差關係 就是說 離岸的匯價跟債案的匯價之間 到底差了多少基點 這個都是市場在關注的方向 如果說差了太多 像我們剛剛講 紫羅斯那次 2015年 2016年那次 你知道離債案價最高差到多少嗎 價差嗎 差到1,000點 1,000個基點 1,000個基點 所以說當時呢 離債案價差到1,000個基點 那就代表說 空頭已經全面進駐 這個香港去打擊人民幣了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目前還好啦 那以今天的 我做這張表的時候 這個債案價是6.9513 離岸是6.9566 目前差 價差沒有太大 對 才差四五十個基點 基本上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那你可以看到 但是問題就是說 上週五為什麼突然出手呢 因為離岸已經到6.9770 大K快要到7了 再差200點就要破7了 那如果離岸一破7 那債案大家心裡不是大幅動搖嗎 所以說在這個很關鍵的時刻 所以離岸跟債案的關係 有點像是現貨跟期貨的味道 沒錯 他有點領先指標 對 尤其他是一個香港的 境外開放人民幣的市場 所以他就是在這邊做空啊 他就比較多工具 那所以說在 通常都是在離岸市場 那債案你要去放空 是基本沒工具的啦 好那 但基本面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來談一下 基本面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數據 一個是外匯賺款 這個外匯賺款是 看中國大陸境內 他們這些收到美元的人 到底他們這個 在銀行裡面 他們要不要這個買會賣會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最新一個月 大減了1000多億人民幣 過去都是增加的 到8月才開始微幅減 9月就出現大減 代表什麼 代表說外匯賺款 人民幣的這個市場 的確有在動搖了 這個是一個警訊 1000多億很大的一個數字 再加上那個外匯儲備 連續兩個月減少 這個基本上對信心上面 也是有影響 這兩個數字是關聯的 這兩個數字互為表裏 那另外 短線上看官方的喊話 可是呢 如果人民幣的長期走勢 要回到基本面 中長線的話 我覺得這些數字要直緩 也就是說 你不能再出現 連續這樣大幅的 外匯賺款的減少 以及外匯儲備的流失 那這個當然就是 在中長面上面 我們認為人民幣 目前看起來 還是相對偏扁的方向居多 那另外 大陸的外匯存底 你可以看到最高峰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 是達到這個4萬億 就是4兆 那現在其實是一直 減到這個3萬億 其實3萬億這個數字 3兆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安全線 所以3萬億3兆 絕對不能破 因為現在目前還剩下 800多億美金 如果破的話 對信心上面有很大的動搖 那至於說大陸怎麼去干預會市 我聽說上個月人行大概拋會 拋了100多億美金 對 就是說 拋美金去買人民幣 對 拋美金買人民幣 拋100多億美金 那美金從哪裡來呢 當然不可能從這個儲備來 它最主要是賣美國國債 所以你看到最新幾個月的數字 大陸開始減持美債 出現非常明顯 我認為這個不是貿易戰的手段 很多人講說賣美債 超級炸彈 超級金融武器 我覺得這個大陸沒蠢到這種地步 對 基本上它賣美債 就是為了要去 穩固它人民幣 為了要去拋壞 穩固人民幣 對